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 AppleFans,我是 Simon 相信只要是用 iPhone 的朋友 應該都對詐騙簡訊不陌生 通常會收到這種簡訊 很大一部分的原因 就是因為你的個資被流出去了 尤其是 iMessage 的訊息 除了可能是電話被流出去之外 你的 Email 的帳號 也有很可能是被流出去了一部分 通常這種個資外洩的來源 很多都可能是你註冊了某一些 資安意識比較沒有那麼好的公司或者是網站 他們的帳號就是大批被流出去的原因造成的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不過是個電話或者是 Email 而已 沒有什麼關係 但如果說這些網站連你的密碼一起流出去 然後你又剛好在多個網站上面 同時使用相同的帳號跟密碼的話 可能就不是只是收到詐騙簡訊而已 嚴重一點的話 可能還會發生帳號被盜的問題 不過你只要掌握好一些管理自己帳號密碼的小技巧 就可以減少發生被盜 或者是收到詐騙簡訊的機率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平常是怎麼去管理我們自己的帳號跟密碼的吧 先說一下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要是如何靠蘋果內建的功能 來簡單做好帳號跟密碼的管理 但這不代表做好了就完全沒有任何的風險了 只是被盜的機率會變得比較低 所以建議大家平常還是要養成 不要隨便填資料 或者是隨便在來路不停的網站上面 註冊帳號的習慣 才會比較安全 那我們先看到第一個使用的技巧 就是善用iCloud iOS 圈 iCloud iOS 圈是蘋果裝置內建的密碼管理工具 就跟其他第三方的帳號密碼管理的APP一樣 可以讓你把各個網站的帳號跟密碼給存起來 但它的好處就是完全免費 你不用一個月花好幾百塊去買第三方的APP 只要用內建 就可以幫你記下每一個網站的登錄資訊 而且因為這些資料都是存在你的Apple ID上面的 有經過蘋果的端對端的加密 所以它的安全度可以說是非常的高 不太需要擔心被人破解 你只要在第一次註冊或者是登入網站的時候 它就會問你說要不要把這個帳密給存起來 那你按下儲存 它就會把帳號跟密碼存在你的iCloud iOS 圈裡面 之後我們再重新登入的時候 它就會在鍵盤上面 讓我們去選擇這些存過的帳號跟密碼 可以從這裡去自動填入 那之後如果你要看有儲存過的帳號跟密碼的話 就是到設定APP裡面 然後往下滑到密碼的欄位 掃描Face ID或者是Touch ID之後 就可以看到之前存過的所有密碼了 iCloud iOS 圈的好處 就是如果說你有在多個不同的網站上面的密碼 跟帳號長得一樣的話 它會就是把這些重複的帳密的網站給整理起來 放在上面這個安全層級建議的欄位裡面 點進去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有哪一些網站的密碼有重複 我們就可以點擊在網站上面更改密碼 它就會快速的把你帶到網站上面更改密碼的頁面 讓你可以馬上在這邊去做修改更新你的密碼 避免在不同的網站上面有相同的帳密 那你在設定密碼的時候 如果說你想不到該用什麼樣的密碼組合 用來用去一直都是那幾組的話 其實iCloud iOS 圈它有一個很實用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幫你生成保護強度更高的密碼組合 裡面會搭配各種的亂碼跟特殊的資源 讓你的帳號更不容易被人破解 如果說網站的密碼不支援特殊資源的話 你也可以從其他選項這邊去設定密碼的格式 讓它的組合可以再變得更簡單一點 但是也不至於到說簡單到讓別人一猜就知道 這樣子用絕對會比一直用固定的帳密 會來得更安全好幾倍 不過除了保護好你自己的帳密很重要之外 保護好自己的IP不要被人追蹤更重要 這時候就要用上Iversy VPN 你知道你上網的一舉一動 不管是去了什麼網站買了什麼東西還是看了什麼電影 其實都有人偷偷的在後面看著你嗎 這時候只要打開VPN就可以在網路上面隱身 Iversy VPN提供了超過100個地區 與5700台伺服器讓你隨意切換地點 一個月只要1美金就可以輕鬆跨區沒煩惱 不管是廣告公司還是想要攻擊你的駭客 甚至是國家政府都沒有辦法追蹤你的IP位置 有了Iversy VPN 還可以讓你看到台灣看不到的影視內容 不管是Netflix還是HBO MAX都能輕鬆搞定 而且一組帳號可以讓你同時在10台裝置上面使用 除了iOS、Android、Mac跟Windows之外 你也可以在XBOX還有PlayStation上面使用 如果用不管還有30天內退錢保障 現在就從影片下面的連結到Iversy VPN在網路上面隱身吧 那除了保護好你自己的密碼之外 保護好自己本身的Email帳號當然也很重要 通常我們會建議在註冊帳號的時候 只要看到有這個可以選擇用Apple ID登入的選項 那就用Apple ID來登入會比較安全 因為當我們在用Apple ID登入的時候 我們可以選擇要不要讓網站知道我們真正的Email帳號 你只要選擇隱藏我的電子郵件 iCloud就會自動產生一個虛擬的Email帳號來註冊 這樣子網站就沒有辦法拿到你平常習慣使用的Email信箱 而且就算這一組Email被流出去了你也不用怕 因為這個也不是你真正的帳號 只要再重新申請一組就好了 再來就是因為你用的不是固定的帳號 所以他們也沒有辦法去追蹤你在網路上面的活動使用習慣 這也是為什麼Apple ID登入會比Google登入 還有Facebook登入還要來得更安全的主要原因 如果說你遇到的網站沒有支援Apple ID登入的話 也不用擔心 你只要有訂閱iCloud Plus 就可以自己去手動生成一組虛擬的Email帳號 來去註冊這個網站 在註冊帳號的時候 鍵盤上面除了有自動填寫的選項之外 它旁邊還會多一個隱藏我的電子郵件的選項 點下去之後 它就會自動生成一個iCloud.com結尾的信箱給你 如果說你不喜歡前面的名稱 你也可以一直貼換到你找到喜歡的為止 按下繼續之後 這個假的Email它就生成完成了 那之後要是網站想要寄信給你 他們就會先寄給這個帳號 然後Apple會再幫你轉寄到你真正的Email裡面 這樣網站就沒有辦法知道你真正的信箱 但也還是一樣可以跟你聯絡 如果說這些虛擬的信箱真的不小心被流出了 開始收到一些就是詐騙的訊息 我們只要打開設定App 然後點擊自己的名稱 接著選擇iCloud設定 然後往下滑 看到隱藏我的電子郵件的選項 點進去之後 我們就可以找到之前設定過的虛擬信箱的帳號 我只要找到那個流出的信箱 然後點進去 就可以先把這一組帳號給停用 這樣子就不會再一直收到這些釣魚的信件了 如果說你確定想要把這個信箱給刪除的話 也只要拉到最下面 然後到停用的地址裡面 就可以把這個信箱給完全刪除掉 整個流程都不會對你原始的Email有任何的影響 用起來真的超方便 就算是之後在一些政府機關用紙筆貼顯Email的時候 你也是可以用這個方法 自己去生成一個假的Email給對方 讓你的帳號可以更安全 其實只要掌握好這些剛剛講的技巧 基本上你的帳號跟密碼就已經算是有一定程度的保護了 最後我們只要再搭配雙重驗證 就可以有很好的保護我們的帳號跟密碼 這樣就算真的很衰 你有壞人拿了你的帳號跟密碼 他還是得透過雙重驗證 才有辦法真的進到你的帳號裡面 所以可以的話 最好就是把雙重驗證給開起來 這樣才比較安全 大家最常用的臉書跟IG 他們都有支援雙重驗證的功能 我就在這邊簡單幫大家示範一下怎麼去做設定 通常我們可以到帳號設定的地方 然後在密碼跟帳號的安全裡面 找到這個雙重驗證的選項 進來之後我們可以選擇雙重驗證的方式 通常大家會選擇用簡訊 但我自己是覺得說能夠不留手機號碼就不要留 所以我會比較偏好是使用應用程式驗證 我們只要把網站提供的金鑰或是QR Code給複製起來 然後到設定APP裡面打開iCloud鑰匙圈 接著找到你要加入雙重驗證的帳號 然後在帳號選項的地方選擇設定驗證碼 接著把剛剛複製的這個金鑰給貼上去 然後回到APP裡面 把他提供的這個六位數的密碼給輸入進去 你的雙重驗證就完成了 之後每一次你要登入的時候 就可以直接在鍵盤上面看到這個自動輸入驗證碼的選項 整個用起來不只方便而且還很安全 還有一個最終極的用法 就是用通行密鑰或者是PASKey的方式 你在登入帳號的時候不是靠密碼 而是只用硬體的FaceID或是TouchID來進行帳號的驗證 可以說是比雙重驗證還要再更安全的選項 不過礙於篇幅的關心 我覺得在這邊就是先賣個關子 如果說你想要了解PASKey的運作原理 跟他的設定方式的話 記得就是在下面留個言敲個碗 之後有機會再獨立做一支影片跟大家分享 好啦 基本上只要做到今天講的各種設定 帳號跟密碼被盜的機率 應該就會降低很多了 如果說你還有什麼想要補充的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來跟他一起討論 如果說你喜歡影片的話 也別忘了幫忙按讚 順便訂閱訂起來 我們會持續提供各式各樣的教學 還有開箱介紹 不想錯過的話就順便把小鈴鐺給開起來吧 那這裡是AppleFence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